現在我們要請總會議長許榮歐牧師來講道 他要講道的題目是 福音定跟鄉女 教會活出盼望 請我們的議長許榮歐牧師 所有的牧長 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 今年是原住民宣教典 所以我們用我們在台灣的原住民不同的族群的語言 我們彼此來請安 阿美族 南加阿富 台灣族 馬沙魯 太亞族 六卡蘇瓜 布隆族 米粉米桑 如開族 沙包 北南族 伊南亞 日常 威德 周族 阿寶瑀瑤 徹夏族 水卡牌 達戶族 阿卡卡卡 沙口族 台港勤 高馬蘭族 立即所 引力和 Sameer 太魯德的助 馬魯彭 הה Rece��도 馬喬菜 馬喬菜 西德的助 欓米有助 觀眾就招好演 今天 每個家族 馬哈一道 賽的各族 他們的民有數 還有我們的外賓 Peace 觀眾就借給我們 今天我想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來參加這一屆的連會 我們用開會禮拜來開始四天的開會 我們的開會禮拜是我們整個會議的開始 也是我們整個會議最重要的一個起點 因為尊主為大 在主面前的敬拜 必門神悅悅 期待我們這四天的開會禮拜 我們每天的開會就是一個禮拜 每次的禮拜 就是在神的面前尋求神的心意 每次的開會的報告 分享 討論 意思 也是在尋求神的心意 讓神的主權在我們當中 今天看到的經文 以賽亞書五十二三第七節這樣說 那報交音 傳平安 報好信息 傳救恩等 對西安說你的神做完了 這人的腳登山何等加美 我想我們在座所有的同工 我們就是那一位報交音 我們就是那一位傳平安 報福音 報好信息 傳救恩等 今天我們在這個地方一起敬拜 我們就是要尊耶穌基督 我們的王掌權上當中 我相信 也透過今天的經文 今天的經文裡面有兩處 配有今天的主題 福音定根相禮 教會活出盼望 我想我們都很清楚 今天講到的題目這個主題 是我們總會在二零一四 二零一五 這兩年 我們的一個聯度主題 也是代表著什麼意思 也是代表著我們一起 在這個主題裡面 我們一起來努力 一起來打拼 一起來扮演我們的教會 應在這個時代裡面應有的角色 也扮演著我們在座 我們所有的同工 包括傳道人 在這個時代所應回應的角色 所以透過這段經文 透過今天的主題 我想我有三點的分享 也作為我們放在討告中 我們彼此的勉勵 也作為我們 在神的面前 我們一起來打拼 第一點 透過今天的經文跟講題 我們看到在這個時代 我們教會的角色 我們教會的角色是什麼 我們教會的角色是什麼 我想教會的定義 我們都知道 教會的詮釋 我們都知道 但是這個角色 再次的提醒 我們透過今天的經文告訴我們 我們教會在這個時代 在今天這個情境 我們的角色是什麼 我想以色雅書第五十二章第八節 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五十二章第八節說 聽啊 你所畫的人的聲音 他們要揚起聲來 必同歌唱 因為耶穌巴歸回西安的時候 他們必親眼看見 以色雅書告訴我們 守望的聲音 要揚起聲來 要讓所有 歸回西安的時候 他們憶著我們的聲音 來聽見 親眼看見神章的當作 所以今天 我們的角色 我們教會的角色 再次的提醒我們 我們就是扮演一個 守望者的角色 一個守望者 一個好的守望者 他必須要三個 來搭配 讓他完成一個守望者 第一個 他需要站在制高點 就要在我們看到很多的瞭望台 他需要在一個最清楚的一個制高點裡面 因為他才能夠守望 是面包望 所以一個守望者 他要站在一個制高點 一個制高點裡面 才能夠看到所有的 我們的制高點在哪裡 我們的制高點就是跟神接近 一日接近的地方就是我們的制高點 唯有站在一個制高點 才能夠開闊我們的眼界 開闊所有的東西 南北所有的角度 第二個一個守望者 他不只需要有一個在一個制高點 他需要有一個好的眼力 我們看到在一個望台的守望者 他通常會透過一些器具 望眼鏡等等 來幫助他看得更遠 看得更清楚 所以當我們教會是一個守望者 我們不只站在制高點 我們需要有更好的一個眼光 更好的一個視力 更清楚的視力 那個眼鏡所看到的 我們就是借助上帝的話語 用上帝的眼光來看世界 第三個 一個好的守望者 他除了站在制高點 他除了有一個好的眼力 看透所有的一切 他需要有一個正確的傳達信息 因為一個守望者 他第一個信息 在一個震盪的時間 抓到那個時間 他抓住的信息 抓住的時間 他需要一個正確的傳達 我們教會要傳達的是什麼 什麼是正確的信息 我想 這是我們的挑戰 所以 今天的經文告訴我們 我們的教會在這個時代 我們成為一個守望者 我們要為台灣守望 我們要為台灣的教會守望 我們也要在參與普世的事工上 一起來守望神的國度 第二點很想 在這個時代 我們教會的使命是什麼 第一點是談到我們的角色 第二點透過這段經文告訴我們 我們教會的使命是什麼 我想五十二章第九節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他說 耶路撒冷的方場 要發起聲音 一同歌唱 因為耶和華安慰他的百姓 救贏 救贖耶路撒冷 可是二章第四節繼續說 耶和華在萬國的眼前 入出他的聖輩 弟子的人都看見了上帝的救恩 所以在這個時代 我們教會的使命 就是要讓人看見上帝的救恩 讓人去經歷到上帝的恨點 過去 台灣 教會在這地方發展 一個不媚的事實 可以一再一再地告訴我們 教會的發展 教會的 噴到神門神的祝福 就是因為有人 一直一直一直的 持續的經歷了上帝的恩典 當上帝的恩典在我們當中 就好像今天的經文裡面所說的 祂要安慰祂的百姓 祂要救贖耶路撒冷 上帝會生自祂的手臂 來保護所有的一切 直到地極的都會看到神的救恩 臺灣基督教導教會 我們快要迎接一百五十多年的宣教 到底 我們需要再一起來更加的努力 加快我們的腳步 讓在臺灣這塊土地 能夠更多經歷上帝的恩典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恩典在我們當中 但是我們忘記輸算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恩典 我們在期待 但是我們忘記我們繼續的禱告 只有在這塊土地的所有的百姓 有更多人經歷上帝的恩典 經歷上帝的救贖 我們的福音就可以廣傳 我們的教會就可以有更多正面的回應 第三點的恩典 在這個時代 我們教會存在的意義在哪裡 我們教會存在的意義在哪裡 我想 今年是2014年 2013年我們過去了 2013年我們都知道 有一個代表字 那是2013年 整個我們實存在臺灣的社會 臺灣的情境 那個代表字叫做假 或許還有另外一些代表字 所謂毒 所謂亂 所謂悶 所謂悶 所謂廢 2014年 2014年今天走到今天 已經快要事業要結束 到底臺灣的代表字又是什麼 是不是煩 還是黑 還是假 但是這些資源都是負面的 這些負面的資源 沒有辦法帶給人一個盼望 也沒有辦法帶給我們教會 跟我們的鄉土 我們所有的百姓一個盼望 臺灣基督教導教育 在這個時代 我們存在的意義 就是帶出盼望 那個帶出的盼望 就好像今天的節目裡面告訴我們 哥林多情書12章36節所說 如果一個肢體受苦 所有的肢體一同受苦 如果一個肢體得榮耀 所有的肢體一同快樂 只有在彼此受苦 彼此得榮耀 哪一種緊密的關係 才能夠看見靈天 哪一種緊密的關係 才能夠看見未來的盼望 其他我們一起來努力 不管是地方的教會 中會 還是我們總會 其他我們的教會 在這個時代裡面 我們需要 有讓我們的教會的師父教 讓教會的每一個堂所 成為當地 成為居民所有的看見 這個不只是一個記號 不只是一個基督教的記號 不只是一個教會的記號 而是在一個記號的背後 是一個彼此 因為我們的信仰告白裡面 告訴我們 我們是剖世 和電魂在本地 和所有的住民臨動 我們要通過 疼和受苦 吃醉的願望的記號 蘇蘭中感激去 蘇蘭中看到在世界家上 受苦的耶穌 但是我們也迎接了復活節 受苦的耶穌 在世界家上受苦 那時候的施加 是一個受苦的記號 這是當耶穌從受苦的 施加裡面復活之後 施加成為一個榮耀的記號 沒有受苦 就沒有榮耀 我們一起努力 讓教會能夠跟所有的住民 跟所有的 跟所有的普世的 我們的夥伴教會 讓我們的教會 在這個時代 成為一個存在的意義 帶出辦法 透過今天的分享 期待 期待我們在2013年2014年 配合我們教會的領土主題 我們再一次 讓我們的教會的角色 是一個守望著的教會 活出來 讓我們的教會 在這個時代的使命 是要帶出更多的救恩 更多的恩典 也讓我們的教會 在這個時代的存在的意義 讓我們再一次成為 所有人的盼望 願神祝我們 我們地圖祷告 我們地圖祷告 聽我們的表相對 我們感謝你 感謝你 感謝你在這個四劇 祈求我們最近的這個地方 最近來警戒你 我們透過相對你的為 幫助我們情緒戰 我們其實每一個時代 每一個角色 每一個角落 如相對你的調緣 和相對你的思量 和相對你對我們的心意 要相對你對我們的期待 祈求你幫助我 尤其我今天 彼祖的奮勇 彼祖的決定 讓我這麼多的希望的人 讓我可以更多的人 來堅持上帝的穩定 讓我擔出恩望 讓你上帝國的地圓 能夠存在一天 祈祷感謝 奉祖也祖的生命 阿妹